大家好 歡迎全球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關注的是台灣花蓮 從昨天到今天的上午餘震不斷 花蓮又有兩棟大樓倒塌了 而現在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在今天上午 最近表示日本政府將會做出必要的應對 隨時準備好支援台灣 林芳正今天上午就表示說在台灣 0403才剛剛發生了嚴重的地震 對於今天的這一起強震 那日本政府現在表示慰問 而同時日本當局也會持續做出必要的應對 另外日本新聞網也根據了日本監測到的相關數據 做出報導指出台灣在今天清晨2點半左右 發生的規模6.0還有6.3的強震 震央都是位在於花蓮 報導也另外指出說 台灣自從在這個月初403強震之後 已經出現了超過1000次的余震 好 當然這起強震呢 讓很多的外媒駐台記者都非常有感 紛紛說真的是夜不成眠的一個晚上 好 日方剛剛提到了已經表達了慰問之意 並且說會隨時是狀況會提供支援的準備 而日本媒體NHK現在也在第一時間強震發生之後 提醒沖繩本島還有宮古島八重山地區的當地民眾 雖然說不會有海嘯的威脅 但是還是要持續留意的是這幾天 在海邊的附近呢 地震可能會出現輕微的潮汐變化 另外美國媒體美聯社也報導說 在0403也是月初的時候發生了強震 隨後又發生了數百次的余震 但是慶幸的是台灣的人民對於地震並不陌生 由於出色的防震準備 美聯社指出說這個地震對於台灣這個高科技島嶼 還有2300萬的居民損失來看 是相對比較小的 好 另外這個是路透社的報導 指出說部分的地震連在台北都是有感的 因為建築物是明顯搖晃 並且引述花蓮消防部門指出說 當地有這個已經在3號強震受損 而且停止營運的飯店 但是在震後出現了傾斜的狀況 而其實在花蓮的強震呢 在福建也是有感的 很多福建的網友呢 就在微博上面第一時間回報說 他們真的有在這個今天2點多的時候 感受到強烈的搖晃 當然這同步的第一時間 花蓮地震的消息也登上了微博熱搜 好 這是大陸官媒央視駐台記者 他在這個強震在凌晨2點多發生的時候 他也第一時間連線報導 他表示花蓮發生的這一起地震 但是呢 因為在月初的時候才發生了大地震 復原工作都還在進行短期之內又發生強震 當中更出現了兩起規模式6還有6.3的地震 引發關注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北市 那麼在23號凌晨的2點半左右 台灣花蓮是在6分鐘內連續發生了 兩起6級以上的地震 我們在台北也是震感非常強烈 在睡眠當中是被地震所搖醒 甚至能夠聽到有明顯的樓房響動的聲音 其實從昨晚17年08分到現在 台灣是已經連續發生了有100多起的地震 其中5級以上就有至少14起 而6級以上有兩起 央視駐台記者第一時間的連線報導 指出花蓮23號清晨的多起地震 就連台北也感受到劇烈搖晃 而且花蓮又有大陸倾斜 另外住在福建的網友也回報說 當地明顯感受到震感 但同時間看到的是台灣花蓮地震 等等的關鍵字串 在第一時間都登上了微博的熱搜 好 當然其他的國際媒體也都非常關注 這個在月初發生了強震之後 那在今天的清晨又一連串發生了多起地震 現在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的氣象專家 就引用了美國地質調查所的最新數據 說台灣在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 發生了好幾起強震 很多民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震醒 非常地不平靜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叢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同時期我要隨身體健康 第二次我們 Six 三また二 三 四 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